接下來這一題 505 這一題 登格勒的病例的統計 它這邊有一個CSV檔 那個CSV檔我是把它直接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需要的同學自己到我們的 一樣證照考試裡面的這個 擷取分析裡面 不過我把它重新命名叫RED305 因為它同一類都叫RED 都CSV會重複 所以加一個名稱 它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首先這一題我把它打開好了 因為好像下載過了 這個檔 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發現 這裡面的話總共會有 總共26個欄位 不過實際上這26個欄位 不見得每個都會用到 也就是將來 這有點像以後你們在工作上面 人家給你一個RAW DATA 這個DATA裡面可能你需要的欄位 就那幾個而已 而且這一題的話基本上它需要你做什麼呢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希望你把這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然後做以下的總共四個事情 包含第一個它說以地檢顯示居住的縣市的病例人數 也就是說全台灣有病例的 那我希望找到這裡面的話病例人數最高到最低 幫我做一個地檢排序 OK那怎麼做地檢排序 那必須用排序來做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感染來源的國家應該是感染病例人數最多的五個國家 這個國家應該是它從哪邊進來的吧 就是它飛回來是從哪邊染病還是怎麼樣 反正它意思就是找到 那其中應該各位可以打開來 裡面應該會有一個藍位叫做什麼呢 叫做感染國家 OK然後是否境外移入 對所以它等於是說感染那個人 它是從泰國回來的OK 然後這邊應該有一個藍位名稱是 它是住在哪一個縣市吧 哪一個縣市的話應該是在 縣市在這裡 居住縣市OK 所以這邊的話有兩個藍位確定是要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如果是台北市的話 那台北市各區的病例人數 OK 那台北市最近的那個病例的日期在哪裡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台北市的 所以基本上要找到的是住在什麼 這邊一定要縣市是台北 而且就是先台北留下來之後的話 再來才是那個留下去了 所以如果以前你們要篩選的話 那當然以前在以色列 不過以色列之後我們不是用以色列 我只是以色列有示意給各位看 那當然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可以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裡面當然你可以留下什麼 留下把這個打勾全 留下台北市的嗎 剩下這邊不就是我們要的 看你要哪一區 比如說你要針對是40區好了 40區就全部留下來了 OK 不過問題是在那個Data Frame也有一樣的功能 所以請各位 你在Excel能做的Data Frame的全部都能做 只是說你要找到到底在Data Frame的語法應該怎麼去想 OK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 另外的話如果我要做完 像這邊的題目還有最近 如果說我今天要做完這四件事情的話 當然我們如果城市是這樣寫的 最後秀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居住城市這一串 所以你會發現 台北市的染病人數是最多 那最近好像高雄 高雄好像沒有完 是不是 那是救星還是沒有OK 反正大概只是一個怎麼抓出哪一個縣市 所以如果說將來你有這個Data 而且你在學術單位 不過特別注意 像這種有些資料 不見得人家一定要給你 學術單位有在賣錢的 有些在Data Base 你要這個資料 你要用錢跟他買 OK不見得一定有 不過未來 你們如果到那個 學術單位的話 可能相對工作其實是相對比較沒有壓力那麼大 如果你是在那種比較軟體公司的話 壓力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個可能要看每個人的實驗 所以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原生大學他們有缺人 學校單位其實相對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OK 而且裡面的人都還蠻好的 我認識那個 找我那個人 他其實 真的人 雖然 也不是業配 也不是業配 我是說你 以各位的個性 你要自己去看你比較適合 哪一個方向 畢竟好的工作 對大家來說 應該也是好的選擇 選項 對不對 然後薪資待遇的話 當然相對的 比較戰鬥力強的公司 會給的相對比較高吧 不過相對他也是要你賣新鮮的肝 對不對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新鮮的肝的話 你就 像這邊在座的 好幾個人 那當然 只有新鮮肉 小鮮肉嗎 也不錯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我們大概做什麼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以地檢方式顯示出那個病 如果說我今天是用Excel來做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要做報表的話 Excel你一定要學會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不會樞紐分析 或你連樞紐分析都不熟的話 說真的 你更不要說要寫程式了 因為很多人連樞紐分析表觀念都沒有 你直接跳來寫程式 那當然變成你是直接跳級了 跳級打怪了 有點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第一個請各位先學會樞紐分析表 那怎麼學會呢 一請你把那個我們這個檔案 Read305打開來 二的話請你看一下裡面的資料 那其實不是所有欄位都要 我只需要其中某一個欄位 那我們針對第一題來看 我們先不要用Python寫 我們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怎麼產生這個結果 很簡單 一開啟它 二的話請你在那個Excel裡面 找到插入樞紐分析表 按確定就好了 因為它幫你整個範圍選起來 接下來你只要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呢 縣式 有沒有這邊很多欄 其中有一個是什麼 縣式的是在哪裡呢 縣式縣 縣式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橄染縣式再拖一次到值 不是不是感染 是不是 哪一個哪一個欄位我看一下 居住啦 跟这一样 应该是居住 所以这个 这个把它拉上去 居住县市 居住在这里 然后把居住县市呢 再拉一个道歧 OK 那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他已经帮你算完了 那其实大家讲一下 其实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居住县市 如果你把它放到列标签 他会帮你做什么 做group by group by意思说 他会帮你移除重复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列标签就是 帮你移除掉重复的 那些现实 因为里面有没有 他会非常多重复资料 像台中市都有很多 有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 有没有 这边很多台中 下一个也有台中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用枢纽分析表 他的列标签是先group by group by就是把 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group by 应该知道 资料库有这个group by 然后呢 第二个这个地方有没有 直的意思说 如果你拖拉到这个里面 假如是一个非数字的话 他会用count 非数字 非数字的时候 因为居住 那个县市 它里面不是数字 所以他会帮你算几个 比如台中市一个 台中市两个 台中市三个 然后最后帮你 count之后全部再累加起来 OK 应该可以懂得 其实这个有点像康尼福 之前讲过 所以有些工具 这个也是类似的方法 最后我们再把它 按照大的到小的排序的话 那只要怎么 游标放在技术这边 下方这个 等于第四页这边 然后按下资料里面的 Z到A 基本上呢 这个结果 就会跟在Python里面 看到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够简单吧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以后你要统计资料 至少啦 你程式还不会写之前 你至少 枢纽分析表 请你熟悉一下吧 OK 所以有些人 连枢纽分析表 不会叫你直接写程式 好像有点跳太远的 OK 所以 我还蛮强力 如果你对Excel 一些重要功能不熟了 请你先把这些功能 先熟悉 你再来学Python 你会比较踏实的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 我有这个阶段 所以我再去看Python 我会比较说 原来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然的话 感觉突然跟你讲说 那Python里面怎么写 很简写完了 但问题 你会感觉好像 没有一个支撑的地方 那其实在Excel里面 就是利用枢纽分析表 就可以做出来 也就是说以后 特别做 枢纽分析表使用方法 一 你一定要有一个Data 这个Data 基本上它的结构 一定就是一个资料库的 正规化的资料库 所以上面一定栏位名称 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栏位是Key 然后底下的架构 一定尽量就是不要怒我 然后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 很简单 就把居住县市放在列标签 再把居住县市拉到值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你要的结果 那未来如果你要画 画什么呢 再去画那个 就是你的图的话 有没有 之前我们讲过 你输入分析图按下去 你可以马上产生什么 直条图出来 有没有 放旁边不就OK了 当然Python里 也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 如果说你城市不熟 你先把这些熟练吧 再来想想看 如果在Python里面 要自动化产生 OK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改变一下 OK 第一个 我们在刚刚这一题 第二个的话 它要显示什么 感染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 并且地减排序 其实这个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所以怎么做 第一点回到刚刚这个 data里面 OK 二的话呢 一样再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然后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再来呢 它这边有个栏位名称 叫什么 感染国家 所以一样的方法 把感染国家拖拉到列标签 再把感染国家 再拖拉到列标签 值里面 这个地方列标签是帮你group by group就是群组 留下不重复的那个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它从境外移入的 就是这些国家 包含什么 中国大陆 中华民国等等的 然后呢 这边就是帮你做countive countive是什么 算如果名称是中国大陆的 算完一个 那那个中华民 境外 为什么还有这个 中华民国外部 这个资料我不熟悉 反正大概知道一下 最后它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呢 一样把它排序 所以力道A 但是呢 它多一个动作 多什么呢 留下前五项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提到 留下最多的五个国家就好 五个哦 那怎么做 其实在那个 这个里面哦 它会有一个箭头 直筛选 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功能 就是只要留下 几个项目就好了 其中它这边会有前十项 你想说老师 我要五项怎么办 很简单 你点进去就知道了 最前的十项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五项 比较好了 按确定 结果呢 就会跟python跑出来的 这个哦 你看python跑出来 也不一样 这个是刚刚的啦 其实都会一模一样 感染国家 从越南到缅甸 94到 94 29 A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以后啊 当然没事的话 你就 如果不是说很 一定非必要写程式 那你就用枢纽分析表就好了 只是说最后老板说 你怎么做的 那还是要秀一下 哦 我用python做的 对哦 没有 有些东西说真的 呃 职场上面有一些那个 反正规则啦 自己在 是ok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要把那一栏拖拉过来 就ok了 我们只是说先试一下 待会再讲python 你会比较清楚 再来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说 显示台北市各区的病例 所以台北市各区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就是把台北市一样切过来 所以怎么做呢 一样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台北市各区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待会再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先了解 如果我用的是 Excel的枢纽分析表 做出来 我希望能够跟python要的 一样的话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写python 你会比较有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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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